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可以领受他的话语 我们这系列都是学习保罗书信的罗马书 我们上次讲到了罗马书第九章 但上次比较长 我们分两次来讲 今天要讲的题目是 以色列人和外邦人第二讲 我们说先问一下 面对着自己的同胞 我们现在看到罗马书第八章 最后保罗就讲到 因为他被基督的爱所激励 他说没有任何的事情 能够使他与基督的爱能够割绝 好了 但是他第九章一开始 保罗表达了他的心情 保罗和他的同胞 就以色列人 所谓上帝的选民 本来是有什么 儿子的名分 有荣耀上帝的灵格显现 有诸愿 跟大卫跟摩西 所立的约 还有律法 有疑问律法 还有道德的律法 还有民法 甚至于这个国家的国法 因为以色列后来成为国家 还有礼仪 有很多献祭的礼价等等 更加重要的 还有应许 上帝跟他们立约 还有应许 还有他们有光荣的祖先 最后最重要就是 他们有耶稣基督 因为耶稣基督 是从大卫的后裔 亚伯拉罕的子孙 而生出来 他是万国万主 因他得福的 但对于这些特权和福分 以色列人没有正确的去对待 也没有很好的反应 结果反而身在福中 不自负 反而走上了弃绝上帝 弃绝基督的道路 那么 我们就讲 上帝对以色列人和外边的旨意 今天要学习 上帝对以色列人 或者对外边有没有他的一个旨意 有没有他的主权 有没有上帝的智慧 这个很重要 我们看看罗马书第九章 第六节 这不是说上帝的话落了空 在人看来 上帝的苦心好像枉费 这以色列人 成为他的选民的应许 真的落空了吗 保罗的回答说 不是的 上帝的话没有落空 不是所有的以色列人 就是包括 我们讲话就是犹太人 不是所有人都不信 至少有一些是 相信和接受基督的 比如说 耶稣最早的一批门徒 还有 使徒保罗自己也是如此 其次要注意的 毕竟 绝大部分的以色列人 犹太人 并没有接受基督 在历史当中 在以色列的民族国家当中 没有完成上帝的旨意 这也是不容否认的 一个事实 好 我们看 罗马书 第九章第六到第八节 那么因为以色列人 从以色列人生的 不都是以色列人 也不因为是 亚伯拉罕的后裔 就都作为他的儿女 唯独从以色列人 才成为你的后裔 也就是说 肉身所得的儿女 不是上帝的儿女 唯独那应许的儿女 才算是后裔 以色列人 犹太人认为 他们按照血缘 按照传统 他们是以色列人 以为就是上帝儿女 保罗指出 不是的 不是的 那么 一群统论 在上帝面前站不住脚 亚当下王因为犯罪 所以进入了世界 死就临到他们 人对英格 他们自己的犯罪 在世界上作恶 死也就临到他们 亚伯拉罕在上帝面前称义 也因为他的信 同样的 他的子孙如果要称义的 我们如果要称义的 也就必须要有信 接受上帝的应许 就像圣经所讲的 虽然有罗亚 约伯丹与礼 在他们的当中 他们只能因自己的义 救自己 却不能 连儿丹与一起的救 要注意 我们知道 不要断章取义的 使用这段经文 因为 有些教会面前 甚至于登座 当信主耶稣 你和你的一家都必得救 这是圣经的话 《使徒行传》16章11节 但是我们应当要知道 当时的保罗跟希腊 怎么样把主的道 传给这个腓立比的一个禁诸 这是在《使徒行传》16章 19到30节 圣经讲禁诸 看管这个监狱的禁诸 一家都必得救 什么道理呢 这是因为保罗跟希腊 把这圣经的话 把主的道 讲给他和他全家的人听 历史都受了喜 他和他的全家 因为信了上帝 都很喜乐 所以我们读圣经 一定要注意他的前后文 他的context 对不对 不要说 他在一个人进来 全家都得救 敬诸因为他全家都信 全家都得救 这是这个关系 对不对 新的时代开始 我们知道 信仰是个个人的事情 就业的时代 是一个整体的 整个民族的一个事情 在就业的时代 按照整体来讲 以色列人之上的选民 保罗很清楚地指出 唯有那些从应许所生的 就是相信上帝应许的人 像亚伯拉罕 和撒拉 最后相信上的应许 才能够算为 亚伯拉罕的后裔 从这个所生的 才能够算后裔 才算为以色列人 保罗就强调 肉身所生的儿女 肉体的以色列人 犹太人 不等于就是上帝而已 唯独那种应许的儿女 才算是后裔 因为说应许的话 是这样说的 到了明年这个时候 我要来撒拉比生一个儿子 保罗在亚伯拉罕的身上 带出了信心的道理 和音信称义的这个道理 而且又在以色列人身上 带出了上帝的 预定 上帝的拣选 和上帝的主权的一个问题 我们再看 罗马书第九章 第九到十三节 不但如此 还有利波加 其中一个人 就是从我们的祖宗 以色列人的孕 伤子 两个儿子还没有生下来 善我还没有 做出来 只要因为显明上帝 拣选人的旨意 不在乎人的行为 乃在乎人 乃在乎招人的主 上帝对利波加说 将来大的要服事小的 正如经上所记 雅各是我所爱的 以少是我所悟的 保罗在这段经文里面 突出了上帝的主权 上帝的预定和上帝的拣选 上帝作为创造主 作为宇宙的主宰 他当然有权柄 施行或者预定一些事情 对不对 正像 以少雅各 还没有生下来 上帝就预定了 将来以少要服事雅各 因为经文表明 上帝说 雅各是我所爱的 以少是我所悟的 所厌恶的 那么让我们思考两个问题了 对不对 第一 预定是不是上帝 那预知当中的事情 第二 上帝是不是盲目的 偏心的 好歹不分的 随心所欲的 爱和恨的 如果答案是是 那我们下面就讲不下去了 对不对 根本没办法讲 诚然 我们知道 敬畏上帝 是因为上帝的大能 是因为 他是真理 在人而言呢 你愿意心悦 存福的 服事一个大有能力 但 你有明明知道 他是一个 毫无道理的人吗 当然不会 对不对 同样的 你能够 对一位这样的上帝 敬拜的 五体 投地吗 如果经文所讲的 预定 就像 宿命论 那样 那么有些人 意思就是什么 生来就上帝规定 他要灭亡的 是要在毁灭当中 当财烧的 而另外有些人呢 不管怎么样 他一定是得救的 那么人的自由 就上帝所给人的自由选择权 又放在哪里呢 在信上帝的问题上 上帝认为亚伯拉罕 信上帝 就算为他的义 我们发现 以撒 雅各 也是 跟亚伯拉罕 一样有信心 尽管 雅各不是没有缺点 但他毕竟是一个 坚信上帝人 不是说雅各 没有错处 没有罪念 是说他是一个 愿意认罪悔改的人 相比之下 以撒是一个 贪爱世俗 不爱属灵 为罪的后果 而不是为罪的本身 而痛苦懊悔的人 他更加是一个 在生活 在婚姻 在信仰上 都是偏离上帝要求的人 所以 我们今天 就正在探讨一个 上帝的主权 跟人的自由选择 或者说 就是 遇事当中 预定的问题 在主权的问题上 上帝当然有主权 可以选择人 但他的选择 不是盲目的 也不是偏心的 更加不是违背真理的 而且他的拣选 是有他的目的 有他的用意的 也就是 有他的先见 和定词 上帝拣选 亚伯拉罕 呼召他 出离加勒迪的误尔 是有意思的 只要他保存 那个认识 真神上帝的知识 要他脱离 拜偶像的环境 上帝拣选 雅各呢 也是如此 从消极方面讲 叫雅各 离遇周围一切的 拜偶像的风俗跟影响 是要他讲 从经济方面讲 是要他传播 真理的亮光 事实 雅各也做到了 把以色列的上帝 介绍给埃及 的法老王认识 对不对 在得救的问题上 上帝的预定 确实是根据 他的预知 所以我们不是 不相信预定 但我们相信的 接受的是 预知当中的预定 因为上帝是 无所不知的 在他的预知当中 他知道 哪些人 会怎么样 相信他 因着相信 就遵循他的话 他也知道 哪些人 会拒绝他 怀疑他 不信他 并且出现了 生活上的败落 在拣选的问题上 被上帝拣选的人 有责任 完成上帝 托付 他们的使命 上帝给什么人 给人什么特权 也就附带着 什么义务 上帝先 上帝先 伸给谁 也像 贤 谁 先要 先给你 就像你先要 同样的 上帝拣选 亚伯拉罕 上帝拣选 以色列 也是这样的 一个范畴 以色列 你想有特权 但也有义务 世界上人 凡是做高位的 也要为他的地位 为他的权柄 有所付出 上帝赐人各样的恩赐 他也希望人 把这样的恩赐 怎么样 发挥出去 这点我们一定要记住 好了 我们再看看 罗马书第九章 十四到十六节 这样我们可以 怎么说呢 难道上帝有什么 不公平吗 断无没有 因为他对摩西说 我要怜悯谁 就怜悯谁 我要恩待谁 就恩待谁 据此看来 这不在乎那定义的 也不在乎那奔跑的 只在乎 发怜悯的上帝 保罗强调上帝的主权 引发出一个人的 顺服的问题了 有一点我们今天 要非常清楚的 是怎么样 人因着罪的缘故 本来都应当死亡 怎么的 这是无法推诿 也是没有可以辩论的 人今天 是所以能够得救 是因为上帝的怜悯 上帝的爱 不愿意有一个人成人 乃愿意人人都悔改 上帝愿意怎么样 人人都得救 但是要明白真道 这都是圣经的话 圣经讲 上帝爱是人 圣经没有说 上帝爱以色列人 上帝说 上帝爱世界上的人 就一切信他的 不止灭亡 反的永生 上帝没有说 只有亚伯拉罕 以色列亚各 可以信上帝 以色列也可以信上帝 如果他愿意的话 这非常 我们要读圣经的主义 罗马斯乌 第九章十七到十八节 我们再记下 保罗 另外引用了一个比喻说 因为经上有话 像法老说 我将你兴起来 他要在你身上 彰显我的全能 并要使我的名 传遍天下 如此看来 上帝要怜悯谁 就怜悯谁 要叫谁刚硬 就叫谁刚硬 说回上帝主权 和他预见的问题 我们从圣经的记载 来让他知道 雅各和以色 一生的表现跟结束 也知道 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 法老的种种表现 我们清楚地看到 保罗针对犹太人的 违法主义 自由律法 违法主义 和靠行为得救 以血统来夸耀自己 完全无视信心 完全离弃真理等等问题以后 保罗在这里特别强调 上帝的主权 和他的预定 如果我们读一读出埃及籍 我们就明显地知道 法老的刚硬 是出于他自己 当摩西亚文 传达上帝信心的时候 法老公然地挑战说 耶和华是谁 是我听他的话 容以色列人去呢 我不认识耶和华 也不容以色列人去 我们知道罪人的本性 他不认识上帝 就算认识上帝 也不听从上帝 他们不是没有机会认识上帝 而是不愿意认识上帝 抗拒上帝 这就是罪人的本性 过去这样 今天还是这样 古今之外都是一样 我们知道 恶人的面目 这也是造成人自己的心灵 越来越刚硬 使得自己落到永远沉沦的 一个原因 上帝并不是没有给法老 有机会 让他看不见神经 听不到上帝识意地传达 波波 只是他自己的心目刚硬 故意不认识上帝 上帝就任凭他们 身犯一个错误的心 这都是圣经的话 保罗追溯了 网言的历史 从以色列的祖先 亚伯拉罕 以色列亚哥 以及埃及的法老 在他们身上 保罗特别强调了 上帝的主权 和他的前选 以及讲到 上帝预知当中预定 这个真理 我们再看下面 第19到21节 这样 你必定会对我说 上帝为什么 还指责人呢 有谁抗拒他的旨意呢 你这个人啊 你是谁 竟敢向上帝抢嘴呢 受召之物 岂能对 照他的说 你为什么这样照我吗 姚家难道 有权柄 姚家难道没有权柄 从一个泥里面 对不对 拿出一块 做贵重的器皿 又拿一块 做成卑贱的器皿吗 保罗除了从历史当中 引证上帝的主权 和上帝的拣选以外呢 他也用姚家 制作器皿来做比喻 来惨罚这个真理 他特别强调 上帝所有的作为 上帝都有权柄 随他的本意而行 我们 完全应当 要承认上帝的权柄 上帝有这个权柄 保罗用这个比喻呢 其实 是出自于耶利米苏 第十八章第一道 基世界 耶和华的话 领导耶利米苏 你起来 下宝姚家里去 我在那里 要是你听我的话 耶利米苏说 我就下到姚家的家里去 正遇到他在 转轮做器皿 姚家用 泥做的器皿 在他的手中作坏 怎么样 他又用这个泥 另外做别的器皿 姚家看怎么样好 就怎么样做 我们从耶利米苏的解释当中 看到 其中 怎么样 还有种改变的机会 耶和华的话就领导我说 耶和华说 以色列家 我带你们 岂不能造 姚将 弄泥吗 以色列家 你在姚将的手中怎么样 你们在我的手中 也怎样 我什么时候认到 一帮 或者一国 或者说 要拔出 要拆毁 怎么样 要毁坏 我所说的那一帮 注意啊 如果转移 离开他们的恶 我就必后悔 这是用人能够理解的话 不将我 不将我想要施行的灾祸 降于他们 我什么时候论到一帮 或者一国 说 要建立 要栽着 他们如果行 我眼中看为我的事情 不听从我的话 我就必后悔 不将我所说的福分 赐给他们 清楚吧 我们再看保罗在提摩泰后书 第二章点二十节所讲的 在大户人家 不但有精气 盈气 也有木气 瓦气 有做贵重的 有做卑贱 那么怎么样才能够成为贵重的器皿 或者是卑贱的名 也不太后书第二章二十节 紧直的保罗说 人若自接 脱离卑贱的事情 就必做贵重的器皿 成为圣洁 呵护主用 预备行各样的善事 从这两段经文 我们可以看见 上帝预知当中的预定 这个真理的另外一面 前面所讲 都讲上帝的主权 我们也相信也接受 这里讲的是 预知当预定的另外一面 对不对 什么呢 就是 说 这样的拣选 是出于上帝 这本来就是上帝的主权 正像 这个 其中我们看到了 但是 有改变的可能性 就是因为不同的人 有不同的反应 就会出现不同的结果 就像保罗 所讲 能如果直接 追求圣洁 就有机会成为 尊贵的器皿 相反 就算是被拣选了 就有机会 丧失这个福分 好像犹大 就算是被 被耶稣拣选成为 一个使徒了 他丧失这个福分 又比如 马可 作为 保罗的 同工 一度他软弱 但是他呢 反败为胜 但是 多把呢 一度也是 保罗的同工 但是 他因为贪赖世界 结果怎么样 就离开了 这只分 就像扫罗 他一度是逼迫基督的 但他改变了 就怎么样 被上帝拣选了 而 以色列的 第一个王扫罗呢 尽管被拣选做 以色列第一个王 他离去上帝 越守越远 结果被上帝弃绝 所以 我们从拣选当中 又看到 要人的反应 对不对 罗马书 第九章 二十二到二十四节 怎么讲 这里说 倘若 上帝要写明 他的愤怒 上显他的权能 就多多忍耐 宽容 那可怒 预备遭毁灭的器皿 又要将 他丰盛的荣耀 上显在那些 蒙怜明 早预备的荣耀的器皿上 这器皿 就是我们 被上帝所招的 不但从 犹太人当中 也是从外帮人当中 这有什么不可呢 《传奇记》里面 发老因为不愿意认识上帝 故意不听从 不认识真理 上帝又认赢 他生犯一个错误的心 当硬的心 结果呢 就 自得去过 受受了报应 就像 罗马书 第二章 第四到第六节讲 这些人 既藐视上帝 丰富的恩赐 宽容和忍耐 不晓得 他的恩赐 是领 你悔改的 你尽正平 你刚硬不悔改的心 为自己继续 愤怒 以致上帝的震怒 显得他公义 审判女子来到 他必须 个人 行为 报应个人 心硬 不但他只是法老 以赛也是这样 我们知道 就算亚伯拉罕 以赛雅各 以及保罗本人 他们个人都有缺点 还有缺点 都有不出之处 也都曾犯过错 但他们有一颗 相信上帝的心 有一颗愿意 顺从真理的心 结果 他们 都得盟上帝的怜悯 成为上帝 荣耀的器皿 保罗在 《天上人家》前书 第五章第一章说 因为上帝不是预定我们受刑 乃是预定我们 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得救 上帝有预定 不是预定我们受刑 是预定我们 借着主耶稣基督得救 那么什么人得救呢 上帝预定了 凡 借着主耶稣基督人都可以得救 就是那些 相信他 顺从他 凡是直接 努力 追求成正人 都可以成为 尊贵的器皿 相反 上帝预定了 预定了什么呢 凡性子的人 有永生 不性子的人 都不做永生 原文就说 都不见永生 还不是 都不做不见永生 上帝正如常在他的身上 愿福音 三章三十六节 也正讲 凡尽私欲 而不愿意脱离 误会不及人 他们就成为 卑贱的器皿 遭毁灭的器皿 保罗说 上帝不 偏待人 上帝不偏待人 那为什么上帝 先拣选犹太人 因为是上帝主旋 对不对 也因为犹太人 有信心之父 亚伯拉罕 是他们的祖宗 他们是亚伯拉后 那为什么上帝 要拣选亚伯拉罕呢 因为 这也是出于上帝主旋 按照圣经记载 亚伯拉罕也是一个忠信 信靠上帝的人 不过 如果 亚伯拉罕不信上帝 拒绝上帝的呼召 上帝就会去拣选 其他的名字 总的来说 上帝一方面要 完成他救出世界的计划 另外一方面 他要重视被选招的人的一个回应 而有的变化 因此耶稣就讲 然而有许多 债前的将债后 债后的将债前 保罗也引用 就有两位 先知 和西亚 跟这个 以赛亚话说 证明上帝早已预言 外邦人 也会得救 就是信的人会得救 以赛人 也会背弃 因为他们不信 在罗瓦书第九章二十五到二十九节 保罗就说 就像上帝在和西亚书上所说的 那本来不是我子民的 我要称为我的子民 本来不是蒙爱的 我要称为蒙爱的 从前在什么地方对他们说 你们不是我的子民 将来就要在那里 称他们为永生上癒的儿子 以赛亚也是这样 指着以赛人的孩子说 以赛人随得多入海沙 怎么样 这救的 不过是剩下的余数 因为主要在这世界上 施行他的话 叫他的话都成全 数数的完结 以赛人先知又说过 若不是万军世界化 给我们存留余种 我们早已像 索多玛 而我拿人样 由此可见 重点之一 是什么呢 上帝有绝对的主权 按照他的本意形式 这有什么不可能 懂不懂 罗马书9章20节 那么保罗 也明显地指出 上帝不是一个 出而反而 或者有偏心 而是在乎 世界上的人 有没有回应上帝的呼召 是不是相信他的应许 愿意不愿意顺从他的吩咐 这个才是世界上人 得救的一个关键 重点之二 就上帝的本意 是要叫世人得救 不愿意一个人灭亡 上帝愿意 人人都明白真道 人人都悔改的永生 因为圣经讲 上帝爱死人 甚至将他独生 赐给他们 叫一些信他的人 不止灭亡 反的永生 不信的 信而不听从的 那不对 对不对 所以在得救的问题上 以色列的历史 怎么样 也是相当典型的 在旧约的时代 我们知道 第一批出埃及的男精 都是因为不信 试探上帝 甚至十次的试探上帝 都倒闭在旷野 但唯独 忠信信靠上帝的 加勒 跟约苏雅 才可以进入应许之地 当然我要猜取 就是说 有些人属于自然的年龄 他们虽然也信了 但是先安睡 这是有 我相信 正像 罗亚时代 有人说 洪水只有半个人 得救 半个人是活着 经过洪水的 但不等于 在洪水来到之前 已经年龄到了 安睡了 但他们也是相信上帝 举一个例子 马图萨拉 是这样 活得最长 969岁的 他没有在方舟里面 但 他是 应该是得救 应该他是相信上帝 因为他的名字 就是说 他死的时候 洪水就来了 他是相信 对不对 所以 这点我们要 看清楚 好吧 看清楚 那么 在得救的问题 以色列的历史 也是相当典型 在旧的时代 我们刚刚讲过了 多数都倒闭了 只有加勒根 纵观以色列的历史 少数人 由于相信了上帝 听从了他的话 在救 但 其中多数 都像海撒那样 灭亡 正像那批 倒闭在旷野的人一样 而保罗更加感叹 所以 有少数人在救 乃是出于上帝恩典 在西部的时代 上帝恩典 也先彰显在 他拣选的以色列当中 后来才彰显在外邦人当中 上帝的以色列人 和属灵的以色列人 是有信心的 外族人 外邦人一样 同得应许 同做后事 同蒙恩 同得救赎 上帝为了要 让人人得救 为了要更快的 成全他的话 完成他的工作 我们再看 罗马书第九章 下面一段 三十到三十节 这样我们可以 说什么呢 这本来不追求 意义的外邦人 反得了意义 就是因信而得的意义 但以色列人 追求律法的意义 反得不着律法的意义 这是什么缘故呢 是因为他们 不凭着信心求 是凭着行为求 他们正跌在这个 绊脚石上 就如经上所记 我在西安 放一块绊脚石 帝人的磐石 信靠他的人 必不止于羞愧 不许有人会问 为什么上帝 最初拣选的 以色列人 反倒没有能得救呢 而最初 没有听见 上帝呼召的外邦人 反而得救呢 关键究竟 在哪里呢 保罗说 外邦人凭着信心求 因此得意 以色列人凭着行为求义 因此失掉了这个意义 思想讲称义的事情 对不对 是因信称义呢 还是因着律法称义 是接受上的救恩呢 还是用自己的方法 耶稣基督是永恒的盘式 所以相信他的人 可以在这盘式上 作为他人生的根基 这根基是经得起 风吹雨打的考验 而且可以在盘式的音下泄息 但对那些 像移动上帝所设立的 盘式的人呢 结果呢 反而受了伤 甚至于吐血身亡 另外有一些呢 你想越过这个盘式 或者应传过去呢 结果他们就半跌在这个盘式上 凡是接受福音的人 不认识犹太人 是外族人 包括我们中国人 都能够得着 怎么样 得救 各属的福分 但那些想越过基督 想代替基督 想挪移基督的人 注意得上去 想越过基督 哎呀 想要代替基督 想要挪移基督的人 在他的人生 在他的信仰上 必定会遭到破灭 以色列人的历史 就是这样一个教训 对不对 所以我们今天 说送的箱 以色列人跟外族人 不是说所有的属肉的犹太人 都没有得救 不 耶稣第一批们都除了犹大 甚至于一度逼迫 耶稣的扫罗变了保罗 他们都是有犹太血统 但是只有信任 耶稣基督人 就听从他话 那人遗憾 这是少数 是少数 多数人都像海边的沙一样 流失了 对不对 同样的 外族人外邦人 多得很 他们本来没有上帝 也没有叛网 这是保罗所讲 但因着 听见了福音 他们相信了 他们接受了 他们随从了 他们怎么样 孝学了 结束基督 遵从他的话语 这些人就得救了 尽管他们的血统 你如果今天厌血 没有这个犹太人血统 没有他们的基因 但是属肉体犹太人 不就等于上帝的 儿女上帝的子民 属肉体的外族人 外邦人 尽管他们 没有血统上的联系 但他们的音乐性 都进入上帝的家 成为上帝儿女 而且可以成为后世 承受产业 就是音乐性 以色列人因为 想求自己的义 想靠自己来 真行律法 我们说 我不能顺从上的律法 我们自己没有能力 我们只有 接受基督的义 因信耶稣基督 而成义 而且因信耶稣基督 成义以后 不断的每一天的 忘记背后 努力面前 像个标杆之跑 我们标杆就是耶稣基督 那么有一天 我们就会 登盟主救赎 感谢赞民主 那么 论到预定跟预事 预定 我们相信 因为上帝有主权 上帝是 万祖自主 万王之王 宇宙的主权 祂怎么有权 有权柄 但祂又绝对不是一个 怎么样 有偏心的 不分青红照白的 是非不分的 不断度行的 要这个人灭亡 要这个人得救 不 要看他们是不是 怎么样 反应 要看他们是不是愿意 相信接受上帝的话 就这个 所以我们相信预定 但这个预定 上帝预事当中预定 上帝早已知道 以色列人如何如何 上帝也知道 我知道你 我们最终如何 上帝在预事当中 已经预定了 对不对 那么这个是非常重要 我们看 这个 罗马书第八章 最后两节 第八章 二十九节 我们知道 上帝预先所知道的人 所以他 他预先所知道的人 就预先定下 就预定了 先知道了 就定下 效法他儿子的模样 就效法耶稣基督 使他儿子 就是耶稣基督 在许多弟兄 做做长子 在预先所定下的人当中 就召他们来 上帝先预事 又预定了 预定人 召他们来 所招来的人 又称他们为义 阴性称义 所称为义的人 又叫他们带荣耀 一步一步 我们本来是误会的 本来是卑贱的 上帝也接近我们 卑贱的 要成为荣耀的 我们今天在世界上 还是在一个最后的世界 在那有一天 我们在天国的荣耀里面 所以 我想今天这个题目非常重要 非常重要 因为今天有些人 只相信 这个 加尔文的预定人 双重预定人 有些人 因为预定人 有个危险 既然预定了 而且上帝 定了一个人灭亡 一个人得救 那 还什么其他呢 我们人怎么 人就是一个木偶了 对不对 第二 如果有了预定了 你今天还要传福音吗 也不要传福音 他早已定了 这些人总归得救 这些人总归灭亡 还有复活吧 还有将来审判 还有耶稣在 都没有了 对不对 尤其预定人 再加上有些人说 哎呀 信的人 死了就上天堂 不信的人就下地狱 那么 传福音也没有 将来 审判也没有 将来复活也没有 将来耶稣也 再来也没有 都没有 已经定都定了 而且 而且已经上天堂 或者已经下地狱了 那还有这么 都没有了 所以 我们读圣经 许主的话 一定要注意 我们相信 预定 但这是上帝 预知当中的预定 我们相信 上帝不愿意 一个人承认 但是呢 愿意 人人都悔改 上帝愿意 万人的救 但是要明白正道 这点我们一定要注意 上帝 上帝爱世界上的人 不是单单爱犹太人 以色人 爱世界上的人 包括爱中国人 英国人 所有人 非洲人 但叫一切信他们 不止灭亡 反对用神 不信人 都不错 信了以后 不听上帝话 也不行 对不对 所以 这些都是 基本的要 求主能够 帮助我们 光照 我想在这世界上 我们只有千千倍倍的 常常感恩 常常赞美主 相反 如果不是这样 有一天 如果我们只想 靠自己的意义 我们只是以为 这样才能够 靠自己的 追求律法力 才能得救 有一天 我们会失望 或者有一天 到天国去 我常常喜欢讲这样 你从耶路撒冷 天国的城邦 从中走到西 从南走到北 呀 这个牧师 这个长老 这个我以为 他一定得救的 怎么没有啊 甚至这个人 是犹太血统 以色列人 这不得救啊 不稀奇 因为没有信 性子的游泳生 不性子的 没有游泳生 他的最坚定 相反 有一天 哎 你走 这个人 我明明在世界上看他 不像得救的吗 今天怎么在天国呢 主的恩典 最要紧的就是 想到有一天 像我这样软弱的 带着人性的软弱 亏欠的人 居然蒙主恩典 还得救 哈利路亚 感谢主 赞美主 好吧 求主能够帮助你 帮助我 我们尽管 血统上 我们都是 中国的血统 黄皮肤 黑眼睛 等等 但是 我们在阴性 就成为 亚伯拉罕的后裔 阴性 就成为 属灵的以色人 因信 耶稣基督 为救主 听从他的话 顺从他 爱他 就能够得救 到那天 我们就会 很惊讶 像我这样的人 耶稣基督居然 为爱我 而牺牲 为救我 而受苦 为使我 对永生 他一度 承受了死亡 换回了我的永生 谢谢主 求主能够 生帮助我 我们继续 下次带 学习 罗马松 第十章 好不好 愿主生 我们做一个 简短祷告 亲爱的天父 谢谢你 尽其多使徒保罗 给了我们 这些宝贵的教训 尽管今天 我们不是在辩论 或是在维护 犹太人 外邦人 求主让我们 做一个基督徒 做一个 主门徒人 也能够记 不要看清 世界上的人 相反 要把主的福音 把主的真理 传告他们 也不要我们 自己骄傲 以为天资交资 我们一定得救 我们必须要 谦卑服务 在你面前 相信你 顺从你 接受主的带领 求主给我们 在末后 能够有正确的认识 能够分辨 是非 能够知道黑白 能够知道 你要救的人 就是那些相信 听从你话语的人 谢谢你 赞美你 求你保守 我们的心怀意念 光照我们 就像当日 就是保罗 教导他的同胞 今天就是圣经 同样的教导我们 我们需要你 需要你 我们短短的感恩祈求 靠主耶稣的功劳 阿们 好的 也就是圣经 我们下次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tie